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见会的强强对决 观战方是钓鱼道,对战方是骑云楼 那鱼道这边还是在练习国镖 大方圣灵的女儿国镖 开了一把龙镇 那对战方上的是一个女儿武装的双峰 配合着石头领加圣灵的组合 开了一把鹰镇也是大克了观战方龙镇 10% 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那观战方开场直接破血清宝宝 主要还是要看开场的宝宝吧 那观战方肯定是善恶 就看对面了 经纪我 对战方也是先选择轻宝宝石头领 先加一把野兽之力 先把伤害拉扯一下 那对战方也是善恶开场 善恶的话 肯定还是要进行压制的 国标肯定还是以点杀为主 不能节奏拖得太慢 因为最近咱们不管是三宫联赛 还是建会 还是五神谈 前半个月刚刚结束的五神谈 其实国标阵容都是一个主流 打的最多的方式 其实还是点上 从总结出来的经验来看 更需要国标去主动一点 更需要国标去主动一点 你不点永远没机会 尤其是刚刚打完的那个三宫争霸赛 吴清和明秀源的那个比赛 更是显示出了一个国标的 强大之处 能不能点得死 跟敢不敢点 那完全是两回事 好 队长方开始压大堂了 拧植树 丢一丢 如果能压住观察方大堂 其实遇到这边很难受的 前排宝宝也在不断的损失 本身遇到打国标 节奏一直都偏慢 一直都偏慢 前期还是以轻宝宝 或者是家状态为主 会学宽宫 贴宝货 贴宝货 在贴宝货 感觉大堂没了 大堂没了 齐云楼那边 已经是拿到了一个主动权 观察方这边 还是在轻宝宝 剩下的就要看齐云楼那边 能不能守住 观察方这边 大堂关服的尸体了 场上最归宿的两个宝宝 在对战方的手里 那这样的话 感觉大堂有点不太好站起来 观察方这边是两个法皇宝宝 地府还出现了一个自动 这种事物 还好 这是前期双方的情况 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 自动一下不太影响大局 你后边可不能老自动 跨身四也被控 掀起一个指儿 做一下防守 效力藏刀再给 凌晨之术再丢 对战方现在是 不管是分析速度 还是物理速度 对战方都想拿在自己的手里 有速度 212可比国标舒服太多了 金刚给上 对面还是一个目标 就是牵制观察方这边的大同观部 卡了一个回转 回回伤势 因为现在化身四被扣 这口血 活不上 人心也跌的比较慢 没有人心 现在一层人心都没有 咱们打开状态栏 风格参与一把大秒 遇到现在需要去做一个恢复 对面肯定还是盯着观察方大同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现在观察方需要的是 把对面的一号位和五号位 这两个宝宝尽快的处理掉 不然的话 这个大同拉不起了 化身四的封印也没有解开 又被套中了一个 哎呦化身四 其实 这观察方这两个法房宝宝 也不配化身四的速度呀 这个就有点困难了 赶紧解开化身四 观察方起了一把福利火山 抢一波速度 保证化身四能活出这口血 但化身四你没什么人心啊 你一层的人心都没有 你就是能活出这口血 也保不住大同 奇迹如风 现在神木林被扣 观察方倒是有法房 女儿车一把大特技金钦给出来 化身四可以稍微回口 强行给大同卡一个大金 观察方这边是可以点的 得强行给大同卡个大金 但是对面硬扣 观察方有金钦 封不中射魂 直接给了师徒 这应该不是点啥 仅仅就是做一手的防守 还是那句话 鱼岛打国标节奏超慢的 要不说戴瓜天天练习国标呢 212已经很不错了 没必要再打了 给把射魂降降伤害 赶紧 观察方现在急需一个配化身四速度的宝宝 急需这么一个宝宝 不然的话这化身四人心叠不出来 大堂保不住 稍后再让对面面伤打一打 其他人物现在其实也很危险 除了一个速度慢的神木灵 其他人物都是半血以下了 都是有风险的 继续控化身四 哎哟 还是继续控化身 这把灵源也用了 看一看谁帮着化身四 出这么一个配速 Diff躲一躲 咱们看一下这个孩子 能不能配上化身四的速度 对面中无魂了 又给大堂卡了一个回春 大堂的血线稍微也算是 恢复了那么一丢丢啊 仅仅是一丢丢 但对面下回合可以继续针对你 石头用破血也好 神木用琴3D也好 也可以继续盯着观察方大堂去处理 还是盯着观察方这边大堂观伏 石头接着飞 观察方化身四干什么了 化身四活血了吗 化身四活血好像没活出来吧 观察方这个一号位孩子 还是不配化身四的速度啊 还是不配化身四的速度 但观察方以为他配 实际上是不配的 把对面五号位宝宝清掉 这大堂差点又没了 现在鱼岛这边疲于防守啊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进攻欲望 也没法去进攻 物理风险两把速度全丢 还被对面打克啊 化身四终于是活成这过血 这孩子配速的呀 这孩子配得上速度呀 怎么又出现自动的这种情况啊 我发现最近鱼岛打比赛打得可迷了 迷迷糊糊的 看那个三宫赛 三宫表演赛也是啊 神木疯狂掉下 占地加上对两方都开始冲刺了 这也配不上速度呀 怎么感觉这孩子 没配上化身色的速度啊 这上一回合估计又是我演瞎了 不配速 这化身没得玩呀 大堂又没了 三千二啊 这大堂又没了 还有那天打剑会啊 鱼岛跟无情打的时候也是啊 迷迷糊糊的 各种失误 操作手指挥状态都不好 还是这么的 网络不稳定 咋这么多问题啊 你玩垃圾化身色 你这观众们化身色都没了 赶紧活血吧 你这怎么 这怎么打的呢 继续 压大堂 对面接着控化身色就可以了 武装网脚底下的香测寒针也结束了 香测寒针是有一个降低封印命中率的效果啊 跟大家说的是 是有这么一个效果 哎 化身色 再次倒地 日月乾坤 这应该是下滑道了 对的话应该是套化身色啊 不会去套一个宝宝吧 一把巨剑 沾下去 啥也不是 啥也不是 反正没小死亡 倒了也就倒了 拉起来接着飞 并不影响 自己的一个进攻节奏 问题关键在于 关键方大堂也是 再次倒地 陪你的还有一个化身色 化身色得救啊 啊 关键方女孩村倒是有磁号啊 这个三国七有磁号啊 但是你没速度 你没速度 你放磁号那时候 你还不一定敢放 杨虎拉一拉 早就该换这种前速了 早就应该出这些 匹配得上化身 绝对匹配得上化身色 速度的宝宝 现在换出来 这对面两个输出 诶 鬼眼 神木的鬼眼结束了 但人家地府的孩子还在 啊 给神木再打个鬼眼就可以 正好下回合 石头里也休息 不用给石头打 墨镜激发 再换养护 关键方小英扛呀 可是这个时候地府也没了 女孩村也快了 啊 神木也就剩那么一下下 女孩村直接偷酒 大堂起个风 也许还有的就 鬼眼再给神木打上 大堂再起个风 女孩村也只能看看化身色 有化身色没倒的话 那只能惊惊了 化身色如果倒了的话 就可以直接磁横 但是你这 化身色没倒啊 看看关键方 这女孩村别死 起风 磁横还是金轻 磁横了 只不过化身色没死 这个就比较可惜啊 化身色倒了 其实是最合适的一点 就差那么一点点 对面卡着速度 控制着 关键方这边化身色啊 这个速度又有点 太快了 这个宝宝啊 被对面武装怪 卡着一波小速度 又把化身色给套进去了 大堂应该是跟了 对面的一号位的宝宝 一号位的那个地厅了 打得很迷啊 今天鱼岛这边这个比赛 打得非常的迷啊 当然打得迷或者不迷 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啊 就自己出现失误 或者是网线不问题啊 这也是你自己的问题 已经是好几场比赛了 都处在这么一个状态 迷迷糊糊的状态 这比赛走远了啊 关键方化身色都倒了几次了啊 那每一次都救不起来 好不容易起个风铃火山啊 放一把刺好 我们把那化身色还没死啊 就刚巧那一回合 人家就没死 就差那么一点点 不然的话 就起一个满血化身色 其实这比赛 这比赛也没得玩了 拉起满血化身也没法玩了 这咋玩啊 结束了 兄弟们结束了 再来一下 163 比赛结束 拜拜